郭勇他已经宣布说不能跑谈之后 包括民进党的市议员许舒华 民进党的市议员张茂南 以及这个屏东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钟嘉宾他是半才神言在台上 还有一位是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蔡昌达 都还是继续到处是在跑谈 那我们手上都有很多的照片 之后会一并的提出检举 我是这样想 昨天80几 今天50几 然后中央指挥中心已经告诉大家了 明代要作为大家的表率禁止跑谈 而且他说得很清楚 是涵盖各个类型的公众聚会活动 不限于宗教类 也就是说除非这个尾牙是你自己办 你跟你自己的朋友聚会 那你可以去 但如果是一般的民众 他们自己去聚会聚会的人 你去遭拖 那这样子应该就是违反防疫的规定 但我不知道的是说 你内政部定了这样子的规定以后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法则 你只讲说作为民众的表率 那民进党就不想做大家的表率 民进党他为了选票 他就想要继续跑 他觉得说你看 刚好如果我有来 其他人都没来 我还可以讲他坏话 说你看只有我最认真 可是其他人是为了防疫 好好的在遵守规定 然后你趁这个机会继续跑 这个是屏东 昨天晚上他们还在办 这台上就是某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正在屏东 办这个屏东县县长初选 其中一位 下面还有人山人海 昨天已经告诉你 政治任务不要跑摊 那你不止没有停止跑摊 你甚至还持续举办公众的群聚活动 防疫没有双重标准 病毒不会看你党政国民党 我攻击你 党政民进党 我不攻击你 党政民众党 党政时代力量 病毒不会 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请先从现在的执政党 所有的民进党的委员议员 或是县市首长 开始带头做起吧